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如果我们人类真的把宇宙飞船开到外星系,去找传说中的外星人,我们究竟能飞到多远的地方? 是不是宇宙中有一条神秘的界线,阻挡我们永远无法跨远? 有没有一片区域,任凭我们倾尽所有努力,也没有机会到达?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会让一部分人感到失落,因为即使我们能研发出科幻电影里那种超级快的飞船,我们依然会像困在一座孤岛上一样,被某种无形的限制束缚住。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个孤岛又在哪里?又是哪些物理定律在限制我们,让我们哪怕有一天掌握了惊人的宇宙科技,也无法顺利逃离? 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也许到头来,连银河系都逃不出去。这听起来多么让人不甘心,可却可能是最真实的结论。 今天,我们就要聊聊,人类在浩瀚星海里,究竟有没有突破极限的机会? 如果真有一艘飞船可以一直往前飞,那它的终点是不是会在某处被永远阻挡呢? 为啥说我们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我们熟悉的银河系? 这些疑问背后,都埋藏着关于引力,能量,以及宇宙膨胀的种种奥秘。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层神秘面纱,看看事实是否真如我们所担忧的那般严格。 这一回,我们就来谈谈人类能在浩瀚宇宙中走多远。 先从我们脚下这片家园说起吧,也就是我们所处的银河系。 你或许听说过,银河系看起来像个巨大漩涡,太阳系只是那庞大星海里的一个小角落,位于猎户悬壁,也叫第三悬壁。 整个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是十万到十八万光年之间,里头不仅有数以千亿计的恒星,还有气体云,暗物质,黑洞,中子星,甚至无数个潜在的行星系统。 在银河系的正中央,坐落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它的引力如此强大,以至于让众多恒星都围绕它转动。 如果我们把视线拉远,就会发现所谓密集的星云带,其实内部却有相当空旷的空间。 就算你想真要飞到银河系的边缘,也要先考虑距离。 太阳系距离银河系中心约两万六千光年,想飞到边界,还得再多花好几万光年。 假设有一艘飞船能以光速穿行,在没有任何停顿或障碍的情况下,差不多也要飞行六万多年,才能抵达银河系最边缘地带。 更何况,我们当今技术连最近的恒星都要飞上几千年才能到达,光是在太阳系里转转,就已经耗费无数资源和时间了。 由此可见,银河系对我们而言既亲切又遥远,它既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个广袤的难以想象的宇宙海洋。 想在如此庞大的尺度里航行,我们必须突破现有想象,解决无数能源和生存问题。 因此,单是银河系,就已经让我们震撼不已,更别提还有更多更庞大的结构,正等待我们去了解。 于是,你会发现,我们脚下的小小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中只是沧海一宿。 但别灰心,人类总是有着永不止步的探索热情,谁知道以后会不会真的找到方法,让我们在银河之中畅行无阻。 其实,我们所身处的银河系并不是宇宙中的独行客。 它和仙女座星系,以及其他几十个小型星系,彼此之间相互牵连,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家族。 有时候,我们称它为本星系群,也有人叫它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从名字就能想象,它的体积更加惊人,其直径居然可以达到五亿光年左右。 换句话说,假使光线要从这一端跑到另一端,都得花费五亿年左右的时间,可见其规模之恐怖。 不过,这也只是可观测宇宙里数量庞多的超星系团之一而已。 在更大的范畴里,还有上百万个同等级或更宏伟的星系团,拼凑成我们能够观测到的宇宙天地。 一想到还有这么多遥远的地方没去过,人类难免心潮澎湃,忍不住去想,如果我们的科技无限进步,下一步能不能造出惊世骇俗的星际飞船,真正去征服那些遥远的星空呢? 假设我们能够在未来抵达一个不可思议的文明层次,拥有近似科幻作品里那些高速乃至超高速的航行能力,你觉得我们能穿越多远的距离? 要是我们踏出银河系,去拜访仙女座星系,或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是不是就真的能实现与外星智慧生物的亲密接触呢?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的物理定律,尤其是狭义相对论和智能关系,可能会为高速飞行设下难以突破的门槛。 更别提要持续数万年飞行,中途必须解决补给、繁衍、生存、社会体制等诸多难题。 因此,就算拥有强大科技,也不代表我们就能轻松跨越那些漫长又可怕的星辰大海。 然而,梦想总要有的,万一哪天就能走得更远呢? 说到底,人类究竟能不能顺利飞进外星系,就取决于我们能否在现实层面应对那一连串超高难度的关卡。 现在,让我们来聊聊一个被经常提及的理论,那就是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舍夫提出的文明等级论。 他把文明的发展与所能掌控的能源规模挂钩,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第一级文明指的是能够充分掌控整个行星能量的文明。 也就是说,这些生物可以支配自己星球上所有可能的能源来源。 接着,第二级文明指的是能操纵一整个恒星系的能量。 想象一下,若我们能把太阳的能量运用到极限,甚至建造像戴森球一样的装置来收集恒星辐射,那就算是迈入了第二级文明。 然后,第三级文明就意味着能够调动整座星系的能量了。 这一层级的存在,几乎能像银河之主一样将自己所在的星系尽数利用。 根据一些科学家的预估,我们现在的人类文明连第一级都没到,卡尔萨舍夫给我们打分,大概也就0.7左右。 有物理学家推断,也许再过二百年,我们可以勉强进阶到第一级文明。 而想踏进第二级,乐观估计也得三千多年。 至于能不能成为基整个银河能量于一身的第三级文明,那就更是久远了,或许要上万年,甚至更远的未来。 可无论如何,这个理论给了我们一个想象框架,让我们知道,如果人类能真正攀升到第三级文明,我们可以拥有巨量能源,去加速太空探索。 可就算真的拥有了浩瀚的能量,我们仍免不了被宇宙定律约束。 比如光速极限,漫长的旅行时间,还有深空环境对生命的严苛挑战等等。 简单说,能够控制星系能源,并不代表就能凌驾所有物理规则,因而踏上无限远方的旅程。 假设未来的人类真的成功进化到某种令人惊叹的高度,或者说,我们成了真正的第三级文明,能收集并运用整个银河系的庞大能量。 那时,我们会不会有机会造出接近光速的飞船,甚至长久维持这种惊人速度,好让我们一举飞出银河系,向更遥远的星海进发呢? 先别忙高兴,想要跑出银河系,你得先考虑到里程问题。 就算我们离银河边缘大约六万四千光年,若你只能接近光速,在真空里飞,也得花上近七万年,才能抵达那条遥远的边界。 这还仅仅是一个大略数字,实际情况中,你肯定会遇到各种阻碍,需要能量补给,可能要停车检修,也得考虑飞船上成员后代的繁衍问题。 一个简单比方,在我们已知的历史里,短短五千年,就足以让无数朝代兴衰轮替。 那么在飞船上,历经七万年的漫长航行,是否会出现各种变故,甚至导致某代后人觉得继续飞行毫无意义,于是干脆返航或改变目的地呢? 人类身体机能,也难以完美适应如此持久的星际漂泊。 你可以想象,几百上千代的人,都要生活在一个封闭飞船里,资源再充足,也很难长期保持社会稳定。 也许有人提出生物休眠或冷冻技术,但要确保休眠持续数万年,还能毫发无损地苏醒,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难题。 再者,如果想要执行这么庞大的工程,必须制定严苛的社会制度,分工和管理,仿佛把飞船变成一座集权王国,由智能机器或高维度的系统进行全程管控。 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里那些群体式生存的昆虫社会,可人类毕竟不是完全可以被程序化的生物,我们生来就有对自由和改变的渴望。 即使我们硬着头皮,把这些问题都克服了,好不容易离开银河系,其实也没办法走得更远到某个外星系团。 原因很简单,宇宙并不会原地等你。 根据观测和理论,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加速膨胀。 在我们所在的尺度范围里,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是一个相对紧密的结构,巨大的引力让它内部的星系没有被彻底甩开。 但是在更大范围里,暗能量扮演主角,推动所有其他星系群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远离我们。 因此,即使你拥有接近光速的飞船,也无法追上那些加速远离的星系群。 你越想逼近,它们却跑得越远。 到最后,你只能在本星系群的范围里打转,也就是在拉尼亚凯亚这个孤岛上度过漫长岁月。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升到超光速呢? 可是根据狭义相对论,除非你拥有无限能量,否则加速到光速都是不可能的,更别提突破光速了。 第三级文明,或许能获得庞大能源,但却还不至于获得无穷能量,加上质增效应,让物体在逼近光速时质量激增。 因此,这个壁垒相当牢固。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拉尼亚凯亚本身也大的惊人,直径估计有五亿光年左右,里头包含数万亿恒星。 要探索完这里,对人类来说,已经是天方夜谭级别的任务。 更何况,我们连自己的太阳系还没真正走透,很多问题还没解决,却已看见宇宙那无边无际的黑暗。 更令人感慨的是,随着时间推进,暗能量会让外部星系离我们越来越遥远,速度大到连光都无法追赶。 过上几十亿年后,也许拉尼亚、凯亚以外的万事万物都将完全消失在我们视野之外。 那时,若有一个新的生命形态在地球或别的行星上诞生, 他们抬头仰望夜空,也许只会看到自家信息群,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外面还有更广袤的宇宙。 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宇宙膨胀,也不会发现所谓的大爆炸遗迹, 只会以为这片星海就是永恒而孤独的全部。 换言之,对于未来的文明来说, 他们所知晓的宇宙规模将比我们今天观测到的宇宙小得多。 一想到这点,也难免觉得幸运, 至少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能够观测漫长历史和广阔星域的时代。 我们有机会去研究大爆炸,去推断宇宙大结构, 至少心里还保留了有没有可能去更远地方的奇幻想象。 但是,现实告诉我们, 人类或许永远也逃不出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当然,这个孤岛并不算小, 里头有无数星球可供探索, 或许在遥远的将来, 我们会把这里都逛个大线。 只是,那种对无限宇宙的渴望, 注定要被暗能量的洪流所塑造。 想象一下, 再过无数亿年以后, 当宇宙加速膨胀到极致, 我们所在的星系群之外, 那些星系全都离我们远去, 速度大到连光都无法传来。 夜空会愈发漆黑, 仿佛出了本星系群, 宇宙什么也不存在。 后来的生命, 如果那时仍有智慧生物诞生, 它们面对的天空, 可能只剩下灵星的光点, 根本无法凭借观测, 了解到大爆炸或宇宙膨胀的证据。 对它们来说, 或许会得出一个结论, 宇宙就是静止不动, 而且一直如此。 它们想象不出在悠久的过去, 有过诸如背景微波、辐射, 无数个星系团的宏伟景象。 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宇宙学知识, 也许会在那时完全失传。 对它们而言,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就是全部的时空乐园, 外面只是一片死寂无声的永恒虚空。 然而,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正好生活在宇宙 还没被彻底拉分的阶段, 还能观测到数十亿光年以外的星光, 能够探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去追溯那138亿年前的大爆炸。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 某一天会造出星际飞船, 尝试跨越银河系乃至更远的疆雨。 即便最终可能被束缚在拉尼亚凯亚之中, 我们起码还保有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也可以怀抱着远航的激情, 设法揭开更多未知。 毕竟这个超星系团本身就已经够大了, 里头有数万亿恒星可以造访, 也许有无数个内地行星等待我们去移民或研究。 说不定那里还有其他生命存在, 只要我们能找到合适的方法, 就有机会与它们交流, 分享各自的文明经验。 所以,即使从最高层面来看, 人类并不能真的踏遍整个宇宙,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已知范围内继续前行。 只要我们抱持着对科学和未来的信心继续发展, 我们依旧能创造一个了不起的明天。 而且,我们还有数十亿年的时间可以好好研究太阳系, 甚至把脚步慢慢迈向银河系深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绝佳的时代, 有机会看到宇宙的过去, 也能对未来做出大胆推测, 而且还拥有初步的科技去探索。 我们会不断学习, 不断丰富对大爆炸, 暗能量, 星系演化等种种奥秘的理解。 这样一想, 就觉得自己无比幸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如果你觉得这些关于宇宙极限的探讨, 让你有一点启发, 不妨跟家人或朋友分享这期内容。 我们下回再见。